在影片開始前 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隨時接收我的最新通知哦 Hello 我是宇樂 上次和大家介紹了新小生生活 想必大家已經開始享受全新的田園時光了吧 今天就來分享一下 我在新小生生活中 整理的十個新手必須知道的技巧 包括讓大家可以快速上手的小撇步 跟要注意的事項 這樣不管是剛入坑的新手 或是有老手們不知道的事 都可以在今天的影片得到收穫哦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牧場遊戲首先由我們的種田開始 除地的時候需要用到鋤頭來跟出想種田的位置 新手第一個會遇到的問題就是 除歪了怎麼辦呢 別擔心 只要在原地再除一次就可以除掉了 還有播種和收割的時候 可以邊操作邊走動 可以省下許多等待的時間 種田的部分 每次收割一個作物會口意體力 也就是說種越貴的作物CP值會越高 前期不用種太多便宜的作物 只要可以輕鬆交訂單即可 最初建議多種植一些馬鈴薯跟番茄 可以用來製作成薯條 配合著直接情愛的訂單 可以賺到不少的經驗值和金錢 後面就隨著訂單每一種都種植一些比較好交訂單 小麥和甘蔗是做料理的原料 基本上可以先種一些當作常駐的材料 另外也可以種植大量的西瓜 可以製作成西瓜汁 這是我前期主要拿來回體的食物 也可以臨時賣掉一些賺錢 但西瓜汁的CP值還好而已 後面中期則是可以種植草莓、糯米 來製作大量的草莓大福 除了高單價 也是中期可以不用畜牧的材料來做的料理 在前期的時候 為了講究效率 可以稍微整理庭院的佈置 最基本的 在解鎖零件台跟塗料台之後 就可以使用裝修 點選建造 把他們搬過來木工鑄造台這邊 方便集中加工 而倉庫也可以擺在附近 方便拿物品來加工 效率型的玩家 甚至可以把木棚移到家門前 這樣就不用跑來跑去收畜牧的收穫 這時剛好房子旁邊就多了一塊空地 非常適合拿來種田 這邊可以依據自己的習慣規劃 如果是有買播種機的 可以種植一排三個或一排五個 加速種植的速度 當然這些只是提供給忙碌的上班族 想要效率玩的攻略 悠閒的玩家記得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 好好布置奶奶留給我們的庭院喔 充滿探索的時候 多注意主要砍大的樹 使用訂單獲得的匠人斧頭 可以以最神體的效益收集到材料 用手套採集的東西通常會耗費蠻多的體力 像是採蘋果一次是18體力 可以斟酌不要耗費太多體力在採集上 探索的時候分為普通資源 稀有資源和機率資源 普通資源平常就可以找得到 稀有資源像是蘑菇會在陰天出現 薄荷葉則是在下雨天可以找到 而機率資源則是採集的時候機率出現 比如敲礦中掉落的青金石 或者釣魚釣起來才會隨機給的鯉魚等等 大家記得可以多利用地圖的功能 打開地圖可以看到村裡跟野外都有傳送點 利用這個傳送點飛會比較省時間 不要傻傻的一直用走的喔 還有大家經常在做東西的時候 會想要知道什麼材料去哪裡收集 這時只要打開地圖 點左下角的品項就會告訴我們在哪裡喔 野外的動物建議可以買到蛋弓的時候 就可以先買來狩獵 因為前期需要雞肉雞蛋的時候也蠻多的 動物8小時刷新一次的情況下 可能甚至會需要去獵戶屋購買材料 如果能每天有刷新就去狩獵 會省下不少的錢 前期探索期大家應該會遇到體力不夠用的狀態 但不用擔心 目前玩到現在體力都很夠 那要怎麼恢復體力呢 除了隨時間回體有五種方法 第一個首先當主線達到一定的進度 我們會拿到一張床 每天可以睡覺一次 一次可以回150體 第二個可以吃料理回體 不過吃料理會提升飽食度 當飽食度滿就要等5小時消化 消化完後可以再吃 第三個可以到海街的餐廳花錢用餐 總共可以補充300體力 要注意的是在海街餐廳吃部分料理會提供額外的BUFF 推薦大家可以優先吃增加村民好感度的蛋包飯 草莓蛋糕草莓班級等等 或者後期可以喝綠茶增加發木的攻擊力 由於畢竟要花錢建議以拿BUFF為主 第四個可以吃飯糰回體 每天中午跟晚上的用餐時間記得領取飯糰 第五個點體力 選擇快速購買 每天第一次可以花100金幣恢復100體力 非常的划算 基本上這樣子每天就有很多體力可以用了 不用擔心體力用光哦 那體力夠用了 大家一定會想問 怎樣充等會比較快呢 只要獲得經驗值來源有主線任務 支線任務和接訂單 除了這些之外 加工或消耗體力都可以增加經驗值 其中能增加大量經驗值的就是種菜收成 然後做成料理 我通常料理台是不會閒著的 這樣可以讓我們一直有固定的經驗值收入 也可以利用料理來補體力 送禮和賺錢 遊戲一開始可以只加勤奈好友 瘋狂解薯條訂單 到5級的時候 開始加其他的村民好友 再來是木工的訂單 酬勞也會比較高 建議前期就砍好許多的軟木材 除了升級房屋跟加工台之外 軟木材是一個超級缺的材料 多砍一些才有餘力接木工的訂單 前期只要有體力就先出門探索就對了 以下整理一些我覺得重要的目標 可以體驗到更多更多有趣的新小生生活 12級的時候會解鎖社團 14級的時候解鎖白鹿嶺 就可以去礦洞敲礦 18級解鎖木系森林和小型木棚 22級解鎖大型木棚 可以養牛羊 25級可以養寵物 另外提醒大家 前期提升村民友好度非常重要 好感度至少要到2級才能開啟訂購 就不用一直往村裡跑買東西 隨著友好度增加 也會解鎖可以兌換的東西 送村民喜歡的東西會事半功倍 除了常備的料理 有空也可以做家具跟裁縫送給他們 比如日芝喜歡帽子 圓灶喜歡桌椅等等 記下他們喜歡什麼 送起來好感提升就會非常輕鬆 要好好把握一天一次的送禮機會哦 隨著等級提升 我們所要升級的東西就越來越多 在20級開始升級一個東西都要2萬以上 所以賺錢對我們來說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其中接訂單就是最主要的收入來源 大家盡量每天至少結完看本上的20個任務 之後能接則接 如果有點耐心 可以把訂單刷到二星三星再解 尤其是料理木工裁縫可以一次賺的更多 另外也可以透過種植作物 再做成料理推薦可以做草莓大福 主要的材料都是種植獲得 一個可以賣166元 是非常不錯的賺錢料理 既然談到怎麼賺錢 那當然錢要花在刀口上嘛 大概在18級後 開始賺的錢無法全部都升級 這時我們就要取捨一下哪些東西該升級 哪些東西可以緩緩 首先是主線的推動 通常跟村民們息息相關 只要有村民提出的任務都可以優先解 尤其是二樓和木棚的部分 先把支一台跟木棚修好 才能做更多的事情 有時候如果不知道主線有沒有接到 可以檢查手機的簡訊 或者重新進庭院 村民會過來觸發下一個任務 第二順序則是庭院的加工台 根據升級的需求 會需要解鎖新的木材和礦石加工 自然因應訂單去升級其他的加工台 例如組裝台、料理台、製衣台等等 最後才是一些布景的修理 比如石燈、停松等等 喜歡布置的玩家 可以多嘗試布置看看家裡和庭院 不僅可以美觀自己的牧場 還可以解成就拿獎勵哦 當你擺放家具的時候 就會提升舒適度 舒適度達到一定的分數 就可以獲得相應的獎勵 如果你不太會布置 也可以點開裝修 有設計圖可以參考要做些什麼家具來擺放 就可以美好還原奶奶家和庭院囉 點進去 也可以看個別家具的舒適度有多少 如何製作和獲得 相信大家也能布置出屬於自己溫馨的家 雖然新小生生活是一款一個人也可以玩得很開心的遊戲 但透過社交功能可以讓無課玩家也能玩得更盡興 首先是好友功能 可以透過去好友家點愛心跟偷菜增加彼此的情誼 每周點贊達到一定的數量 可以拿到按讚獎勵 還有偷菜時 朋友也不會減少任何菜 所以如果遇到特別的活動 像是3月的靈芝 就可以跟大家分享 多多收集靈芝來兌換遊戲道具 而12集開啟的社團 則是可以透過上繳一些資源 獲得社團幣來兌換各種各樣的商品 所以推薦大家要找個社團加入 和大家成為好友 一起來分享種田的快樂哦 以上就是今天整理的10個新小生生活的遊戲技巧 學會這些技巧 基本上就可以自由自在的享受種田原生了 希望今天的分享有幫助到大家 還沒入坑的 也歡迎從資訊欄的連結下載新小生生活 一起來享受悠閒的田園時光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今天影片對你有幫助 記得幫我點個喜歡 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娛樂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